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的整个开拓时其实才是一个台湾刚刚开始开拓的一个阶段 那我是觉得政治上你要怎么去批郑成功或者去怎么讲 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否定都没有用 为什么我觉得台湾的民间自然有一种情意 郑成功的肯定与否定 历经了清朝两百多年要否定他 终究没有否定成 多么有趣啊 你知道清朝那时候为了否定郑成功 人们对他的怀念 来自于对于郑家军来到台湾之后所有的建设 或者说民间对于反清复明的一种民间的意识形态 这种民间的情感 清朝不许他们去纪念郑成功 来自于明朝有关的 可是他们就会建立了许多改变名称的这种所谓的庙宇 像比如说南部有一些千岁庙 像比如说朱府千岁 某某朱府王爷等等的 他都姓朱 或者姓洪 洪府王爷等等 就是说他用另外一个名字来代表他心里面对他的怀念 可是呢他不能明说 所以就用换了一个名称 对郑成功也是一样的 那我特别要讲的是什么呢 台湾民间自然有一种他的所谓的 人情履历 就是说你对于人要有人情 有毅力 台湾追根溯源 你的祖先的来源 你的祖先最早迁徙到台湾的 还是从郑成功开始来开拓 整个台湾跟郑家的历史是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民间在情义上 是从来没有把郑成功摆脱开来的 即使是现在政府 拼命想要把郑成功在政治上去污名化他 但是还是没有用 民间自然有他的信仰 而那个信仰是跟历史跟长远的情感 是连结在一起的 它是时间积累的 不是靠谁 靠什么政治力量来建构的 反而政治力量一直拼命要压抑郑成功 压抑郑家 反而郑家没有被压抑到 所以我是觉得说 当我们去重新看待郑成功的时候 会看见一个民间的真神功 那民间为了纪念他 常常会发展出很有趣的故事 那些故事变成一种神话 然后变成一种民间的传说 来代表了人民的一种情感 很素朴的情感 很有趣 像比如说他开垦过的田 走过的地方 一些山川河流风景 都会附会成跟他的神迹有关 比如说他吃过的鱼跟田螺 叫做国圣鱼或者国圣螺 就是开台圣王 他又是国姓爷 所以叫国圣鱼或者国圣螺 那南投呢 还有一个国姓乡 台中市有一个草屯 那草屯那边呢 就是因为传说 郑成功军队经过的时候 下雨天啊 泥泥满地 军队休息的时候 就把那个草屯上面 黏着泥土抖一抖 抖下来之后 哇 因为抖下来的土太多了 那就像一座小山丘一样 所以叫做草屯墩 所以草屯旧的名字叫草野屯 当然也有人说 那是因为富贵此说 因为可能是那里曾经 因为附近有很多山地 有一些草 还有一些竹林子等等 很适合做草屯 所以有叫草屯墩的 当然还有一个像 比如说大甲有一个铁扇山 有一口剑井 他传说郑军 正少的就是 郑成功军队经过的时候 没有水可以喝 郑成功就拔剑赤地 变成一口井 还有像比如说 鹰戈山上有一块巨石 它长得像一只老鹰 传说 郑军经过的时候 老鹰在山中吞云吐雾 危害百姓 郑成功还下令 他的军队用大炮把它轰死 这鸟死掉以后变成石头 就现在的鹰戈石 多么有意思 那基隆的山洞 有一个山洞传说是 郑军经过的时候 缺乏百米补给 那神仙感念他们辛劳 山洞流出了百米 来供应郑粮食 后来 这些取米的士兵投篮 就把山洞口挖大 后来就没有百米流出来了 可是这个洞叫做百米洞 很有趣的反映了什么 就是反映了民间的一种情感 对郑成功的情感 可是我们今天讲到历史的时候 我忍不住会想说 人们为什么会对他有那么深的情感 去创造出这些故事呢 当我在追究 郑成功跟荷兰人打交道的 这段历史的时候 确实是看到了 他对台湾很深的感情 特别是对移民到东亚的 无论是台湾乃至于马尼拉 乃至于各地的这些海商 船员开拓者 他很深的感情 为什么 因为从郑之龙开始 他们建立了东亚的海商帝国 而这些海商 不仅仅说跟 比如说马来西亚 巴达维亚 马尼拉等等的建立了一种贸易关系 而且跟在地的华人 建立了商业上的关系 同时也要照顾他们的生计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 郑成功对于台湾 以及对于东亚这样的一种影响 事实上我们讲说 郑成功要来台湾 把荷兰赶跑之前 其实有一段历史 那段历史就是 恰恰好见证了郑成功 他整个发展的历程 记得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说 1655年的时候 郑成功曾经通知荷兰人 说说台湾的汉人 都不许到马尼拉去贸易 有没有 然后呢 他通知的里面说 要求荷兰人去通知 他那个口吻 好像荷兰人是他的属下 要帮他去通知 所以让荷兰人非常不爽 荷兰人觉得 他只属巴达维亚是一个帝国 怎么可能是听命语 郑成功的 他那个口吻 让荷兰人非常不愉快 那戏里面他讲到说 因为西班牙人 虐待他的水手 也是中国海商的水手跟船员 所以他要求说 大家不许到马尼拉去贸易 包括所有的汉人 要去抵制马尼拉 抵制马尼拉 让他没有货源 事实上 马尼拉很简单 马尼拉那些丝绸瓷器的货源 都来自于大陆 来自于特别厦门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 郑成功的贸易网 连结起来看的话 如果他要抵制马尼拉 西班牙是会很惨的 那郑成功事实上 他也不断在扩大他的贸易网 为什么 因为他的战争慢慢在扩大 他要养的人越来越多 他在厦门要养得到1655年左右 他养的人已经二三十万人了 然后他的海上的这些军队 乃至于说陆上的军队都需要养 所以他要扩大他的贸易网 这个贸易网 包括了他对于 在东亚各地的这些海商 要征税要抽税 没条船收保护费 然后再来呢 他要做贸易 用自己的贸易赚钱 那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郑成功花了大量的钱 跟日本做贸易 石绸瓷器之外 还有许多工艺品 那他从日本买什么 买火药买铁器 因为日本人造那些枪炮 造的技术还不错 所以他从日本买 从日本买 所以郑成功当时 等于是一个海商帝国 然后用海商来养他的 对抗蜻蜓的军队 那就是这样 所以他必须好好的掌握 这个整个东亚海域的贸易网 那事实上在郑家的任职里面 很有趣 东亚海商都是他们的保护 跟管辖的势力范围 不仅仅说郑成功时代 郑之龙时代如此 包括他的儿子郑金的时代也一样 我记得我有一次讲过 说郑金到了台湾之后 曾经发信给在日本的 闽南的商人 那这个商人 其实过去是一个文化人 他为了召他来一起 对抗清朝说 我发给你一个保护的证书 所以你可以去海上航行进商 就是一个利益的所在 包括到政经时代都是如此 那说真的 我觉得台湾人就很像 整个东亚的这些海商 大家为什么会感念证价 你想想看 那个时候的日本 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所有这些国家 在海上经商的 他们的商人 背后都什么 背后都有国家的力量在支撑 日本的幕府给他们住印状 就请各国保护他 然后你到日本来 我们相对给你保护 葡萄牙也一样 他是一个航海王子 去给他们支援的 西班牙更是如此 他是用国家 去建立起他的殖民体制 然后从中南美洲的银矿里面 开采 然后得到利益 然后把这个银矿再运到马尼拉来 来跟明朝贸易的 所以西班牙的背后是国家 荷兰当然更不用讲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他的背后是政府入股的 就荷兰东印度公司 除了17个股东之外 他的政府入股 而且赋予了他 可以在海外殖民使用武力 甚至于去进行外交 签署条约的各种国家权利 他们背后都有国家力量 可是在东亚那么多 那么活跃的海上 全部都没有 靠谁 靠郑家 只有郑家是他的靠山 你想想 这么长远的历史 你看郑志龙从1628年 我们说荷兰人的记载里面 1628年 他慢慢发展成为 有四百多条船 有六七万人的海盗集团 然后后来被招服 然后成为海商集团 到1630年代 已经变成一个大的海商集团 那1633年 甚至于可以在廖罗湾 跟荷兰打一场很大的海战 你可以想见 他对东亚海商 是多么大的影响力 而因为他建立这个大的影响力 所以海商才能够陆陆续续 出去到东亚各地去开拓 开展他们的商业活动 开展他们各地的开墾贸易 乃至于跟在地的商业经济农业 结合起来 所以海外华人的开拓 跟郑家是分不开的 正如同台湾的开拓 跟郑家也是分不开的 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你从这里来看的话 你就知道 曾成功的真正的作用在哪里 所以郑成功他本身 或者说郑家的人 把自己当成这些海商的保护者 因此当他看到西班牙人 去欺负闽南人 欺负这些海商的时候 他就要出手制裁他了 他要禁止这些其他商人 去马尼拉贸易 就是要用禁忌制裁他 而且他下令的是很全面的说 谁违反了禁令 谁就要处罚 甚至于他对台湾的汉人 就是台湾的这些商人 也一样下了这个禁令 那有一个一条船 历史记载里面有一条船 违反了禁令 居然带了马尼拉交易的这些胡椒 然后要跑去厦门做交易的时候 被郑成功的部队发现了 他的船长被郑成功的军队抓起来 船长被处决了 他的船员被砍去了右手 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惨烈的结局 所以这个事情一传开 传遍了整个东亚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整个制裁立即有效 我有时候在看郑成功 处罚这些船员 船长的手段 真的是非常残酷 可是我在想说 这些是一个 一个汉人社会里面 比如说明朝的帝国 或者传统的清朝 这种儒家的帝国 会做的吗 不是 他的那个作为 很像海上的海盗 或者海商集团在干的 就是只有海商海盗这种文化里面 才会进行这么残酷 直接就杀了 赶去右手等等 这根本不是一个 一个陆地文明的思维方式 是一个海上文明的思维方式 那郑成功也知道 他的船到巴达维亚去的时候 慢慢扩大贸易了 就跟印尼的巴达维亚的那些荷兰人的贸易 发生了冲突 所以巴达维亚呢 那些荷兰人就开始 想要在东亚那边 然后就是附近去 弃捕郑成功的船只 然后把他船只里面的东西没收 甚至于没入 然后把他的船只 船员都抓了 郑成功非常的生气 那荷兰人呢 甚至于为了争东亚的利益 想要把郑成功这么 越来越扩张的势力 给压抑下去 甚至于给灭掉 所以荷兰还曾经派他的一个特使 一群特使 然后带了各种礼物 到北京去 去觐见 刚刚成立的清朝的大清帝国的朝廷 荷兰人记载里面很有趣 他说他想要联手达旦人 事实上达旦人是一个通称 其实就是满清政府 想要联络满清政府来攻打正军 但是事实上清朝是没有海军的 所以他连结他是没有用的 所以对清朝来讲 他也没什么意愿 他总不能派个骑马的部队 去陪你去攻打正军 那是 那是 除非你海陆连攻 但是那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对清朝来讲 他兴趣不大 那最后呢 荷兰还继续对正军 就是郑成功的 上帽的船 进行抢劫 郑成功一怒之下就发动抵制了 那这个一抵制呢 抵制什么 抵制巴达威亚的荷兰人之外 也抵制台湾的荷兰人 这个时候台湾的贸易 进入了被制裁的制裁期 我们常常觉得很好玩 为什么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说 哇 原来17世纪就有经济制裁 不是因为俄乌战争 不是从美国开始的 原来那个时候就有经济制裁 那郑成功发动了 他对荷兰的经济制裁 怎么制裁呢 他不许福建的或者广东这附近 他势力所及的沿海的商人 这些华商到台湾来贸易 不管是债货或者做什么样的生意 他都不许 然后他也不许台湾商人 台湾这些商人到道路去做各种贸易 可是呢 他还是考虑到说台湾的这些商人 船商其实有 背后有许多农民 那些农民在台湾开墾 还有米粮 甚至于捕鱼的渔民等等的 是不是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呢 所以1656年 7月5号那一天 荷兰的记载里面说 有一艘飘扬着郑成功旗帜的帆船 来到了热兰泽城 台南热兰泽城 郑成功的信使登岸了 他带着一封信 这信其实是一份命令 这个信使说 我受命要把这封信 交给在台湾所有汉人的贾壁沙 贾壁沙是什么 就是带头开墾地方的这些汉人的领导者 我们以前讲过 就是贾壁沙是一个 Captain的一个代名词 那Captain代表一群人带着 就是一个领导者 带着一群人来开墾 所以他的名字叫贾壁沙 当然也有更高的叫贾壁丹 那贾壁沙必须把郑成功这个命令 告诉给所有人 当荷兰的官员 看到这一份命令的 翻译文的时候 开始紧张了 为什么 郑成功写说 大元的 他跟汉人讲说什么 大元的荷兰人是 是我民无异于肉 任人宰割 我血沸腾 我心狂怒 这个话讲起来就 就太 太动人了 为什么 因为 郑成功是告诉荷兰人说 所有这些在这里开墾的是我民 是我辖下的人民 是我这个民族 我的人民 所以他被你们鱼肉 被任你们宰割 让我非常愤怒 我血沸腾 我心狂怒 然后他对荷兰人拒绝颁布 他以前的禁令也很愤怒 他说什么 他说 我听到你 不愿意实施我的禁令 所以我以为科技颁布片板不许渡台 他决定 本来他决定要宣布任了一个船 都不许渡台来做贸易 可是他想到说 我民笔触生计 顾念到台湾 还有多少汉民在这里开墾 他们的生存怎么办 他们的生计怎么办 他不愿意牵连无辜 还有顾念到说 还有一些汉人的船 还没有返回到大陆去 这些做生意的商船 渔船等等的 所以他说 要一百天之内 一百天之内容许中国的返船 持续在台海两岸通行 但只许运台湾的土产 而不是东亚那些贸易的特产 台湾土产是什么 是鹿肉 烟雨 蔗糖等等的 所以他说 他已经通令手下所有的官员 去击查在中国沿海的船只 如果不听命令的 船长会促转 船获冲工 他讲得非常斩钉截铁 他说 无言无令 我的话 我的命令 坚如今始 无伪 始尊无伪 就是你必须尊令 不要违背了 我觉得在这几句话里面 这个命令里面 其实呈现了 郑成功和台湾开垦者 汉人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他 思维到这里来开垦的所有 汉人 包括闽南 广东 各地的人 都是我民 都是中华民族的人民 所以他对他们是有责任的 他对他们是要照顾的 要顾念他们的生计 顾念他们的生存 所以容许他们做生意 当然更不容许 这些 比如说荷兰人去欺负他们 去愚肉他们 所以这种 我民的观念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那个时候 住在台湾的汉人 你是一个开垦者 你平常无依无靠的 听任荷兰人知识 听任你的头家 就是带头开垦的人来剥削你 来怎么样的对待你 你毫无办法 可是终于有一个人 有一个领导者来告诉 这些荷兰人 平常欺压你的荷兰人 你告诉他 告诉他们说 这是我民 你必须照顾他们 换言之 他们不是无依无靠的 他是我民族 我要照顾的人 我们上次讲过 荷兰人实行了 11岁 实行了人口税之后 要叫在地的一些人 去报户口之后 要交税 交税 然后 他等于 如果你没有交税的这些人 平常在路上 那些荷兰的士兵等等 就可以随时要检查 你有没有带户口证 没带的话 随时给你要勒令 你要交钱 要交什么什么的 甚至于加以逮捕 所以我们必须 从这里面看到 对于汉人来讲 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 心理安全感的一个依靠 因此我们必须说 台湾人对郑成功的感情 是有这么深的历史的缘由 他可从来不是 突然之间就被 对郑成功说 好像他就变得多厉害 不是的 他是在这么长的历史里面 他留下了 他对台湾这些 最早期的开墾者的照顾 留下了他很深的情感 包括了 对荷兰人 宣告了 他的照顾 他的保护 因此我们说 在这些信里面 乃至于他对于 台湾的制裁里面 显示了他的力量 那么 后来郑成功 怎么去对待荷兰 怎么进行制裁 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再来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杜 我们继续来谈一谈 郑成功 对于荷兰的经济制裁 这个经济制裁里面 我们看见了 他对于台湾的土特产 他还是给 这些海商 就是汉人的海商 留下一些深入 可是呢 他对于 东亚来的贸易 也就是荷兰人 想要卖到 中国大陆去的贸易 他要进行制裁 所以进一步的 郑成功随后就派人 来台湾调查 私底下调查 在很多海商之间 也是我们都讲过 荷兰人在台湾 他把很多原住民的部落 或者是一些土地 分租或者承包 给一些投家 投家 那这些 我们那时候 荷兰人制度称之为 蒲舍 就是蒲 就是像租约一样的 你这一年 把这一块土地 承租下来 然后你自己去开墾 自己去拓荒 然后找人去种植 去狩猎等等的 都归你的收入 可是你必须 正快你准备 用多少钱 承租下来 这一年 你就要交给荷兰人 这叫普社 能够承包的人 当然就是 所谓的头家 就是投家 那郑成功派人 在投家之间调查 调查什么 有多少海商 准备卖胡椒 到大陆去 有几个是卖胡椒的商人 他把他的名单弄出来 这种制裁 你会有时候会想到 现在台湾跟大陆之间 这种制裁也是有点像 大陆不也在台湾去查 可能支持台独的名单等等的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这种制裁 就是很多方式是很接近的 好 这是后话了 是查出去了 不小心 好 那我们继续来讲 很有趣的就是说 郑成功还要 汉人的海商什么呢 他说 你们如果很怕我制裁的话 要尽量早一点返回家乡 结果这些华人的海商走了之后 荷兰人头大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海商运货过来 那荷兰人的货源在哪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荷兰本来从东亚那边买来的 从巴达维亚买来的胡椒 各种香料 没有能够转口出去 堆在他们的仓库里面 怎么办呢 再来呢 很多汉人这些老家 不就是菩萨一样的 就是去扑了很多土地 很多部落里面的各种商品吗 那现在也没有办法经营了 所以 荷兰人每年要标购的那些土地 那些权利也没有了 没有人去标了 那那些米和蔗糖 慢慢的也就很难去经营了 这下子糟糕了 开垦的汉人 以及所有的住在台湾的这些 头家们就完蛋了 就不晓得怎么办 所以最后他只好一再要求荷兰说 拜托你去跟郑神公和谈吧 不然的话我们这样做不下去了 就这样子 到了1657年 从1655年 1656年 那个冲突加剧 那抵制加剧 制裁加剧之后 好 越来越麻烦的情况底下 荷兰之号决定派出一个代表 这是汉人里面的一个头家 也就是扑了很多土地去 就是租了很多土地去经营的一个商人 叫什么 叫河滨的这个人 但河滨派去跟郑成功来商谈 那这个河滨是谁呢 河滨就是从大陆过来 当然他很有能耐的 他也是一个头家 他补了很多土地 再其次他做各种进出口的贸易 跟在地的农户也都很熟 跟荷兰人也熟 所以他等于是很能够 就是所谓的八面玲珑的一个 一个很厉害的商人 当然河滨就被派出去了 在1657年的时候 他出去到厦门去跟郑成功谈 那郑成功那边呢 跟他谈的人 从来没有想到说 河滨居然带来那么柔和的条件 什么条件 他说河滨愿意对于圣经他们入供 入供这不就是一个像其他的过去明朝时期 来朝供的这种态度吗 可是河滨居然这样讲 他说他愿意交税 愿意做各式各样的一种让步 这下郑成功他们也惊讶到了 所以他们觉得河滨的态度是非常好的 因此就回头去跟荷兰说 可以那么我们就逐步在恢复 那个继续的贸易 但是河滨回来呢 他就完全跟荷兰讲另外一件事情 他说郑成功愿意恢复贸易 那这种贸易的条件 就是我们逐步开放了一些 比如说有些胡椒可以先过去 那台湾的土特产可以先进行恢复贸易 那么其他的条件再逐步恢复 好这下河滨就高兴了 河滨台湾长官就跟巴达维亚写讯说 快点把资金拿过来 把那些香料运过来 我们把仓库摆满了之后 贸易就要恢复了 我们已经哈了两三年了 苦哈哈两三年了 河滨答应给郑成功的 是什么条件呢 他说每年要进贡税金税银 大概五千两 那另外呢 郑成功因为要打仗的关系 所以他需要一些武器的那些配备 比如说需要鹿角 来作为战争的时候 作为做武器的各种配备 那其他像比如说 渔场 渔场可能是作为那种 战争中的失线等等的 这些河滨都答应了 郑成功 而且他答应的条件是说 荷兰人会帮你筹划出来 好这下郑成功可就高兴了 结果这是河滨自己要回来筹划的 我看到河滨这个人就想起那个 1592年 封城秀吉去攻打朝鲜的时候 那封城秀吉打朝鲜的时候 搞得非常惨 因为两边战争打得很惨烈 那明朝最后派出一个 姓沈的大使出来 这位沈先生呢 也是在两边做人 那他跟日本的大将 两边都想要把停战 所以就各自带着 各自的条件回家 一边说 日本愿意来朝宫 一边说明朝已经称臣了 然后两边哄着各自的国王 那河滨也是他在中间哄着两边 有趣的是 河滨又回到台湾之后 他用他自己的势力 他开始什么 开始在民间去收税 他怎么收税 他告诉那些其他的头家说 郑成功很快就要来了 所以呢 我们不用再跟荷兰人交税 那我们该去扑的 该去交的交给他 但其他的 我们来交钱给郑成功 然后郑成功早晚会过来 到时候我们只要对应郑成功就可以了 多么有趣 他等于是暗中 河滨已经暗中在帮郑成功 征税 克税了 他变成郑成功的人马 说真的 我觉得这一场 河滨到厦门去谈判的这个过程 非常有趣 那当然河滨第一次去 后来带回来条件 后来又去了第二次 可是整个两次的过程呢 郑成功居然就把河滨收服了 而且河滨变成他 插在台湾的暗装一样的 他帮他磕碎 然后帮他筹划钱财 然后筹划各种东西 然后运过去厦门供应他 当然河滨这样做的事情 早晚会曝露出来的 所以到了1659年的时候 他所有的事情就曝光了 被魁一发现了 魁一正要找河滨算账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河滨的评议会要找河滨算账的时候 他自己已经逃到厦门去了 带着他他全家逃到厦门去了 他投奔郑成功去了 这个河滨一走 整个谣言士气 汉人之间已经在传说什么 传说河滨准备到厦门去 带圣神功回来反攻台湾了 所以河滨人快要走了 那有一些汉人干脆纷纷逃走 然后逃回到厦门那边去 整个情况就慢慢在改变 换连着河滨统治台湾的情势 人心越来越不稳了 那河滨更好玩的是河滨呢 他不仅仅是帮郑成功代理收税等等的 他还劝郑成功干脆把整个部队移到台湾来 特别是我们都知道郑成功曾经攻打南京 后来失败以后 他离开南京 然后把整个部队撤退回到厦门之后 意志上有一点消沉 而且觉得要重新组织力量起来很艰难 那清廷也知道郑成功可能来跟他打大仗 所以清廷也开始组织他的部队 然后准备来把郑成功整个在厦门的基地打垮 那好玩的是河滨就建议郑成功什么呢 他说干脆到台湾去好了 去建立基地 他说他的建言在历史上记载 他说台湾沃野数千里 十霸王之躯 若得此地可以雄起国 使人耕种可以足起死 你如果得到这个地方可以变成一个国家 大家耕种可以丰衣足死 从上至基隆淡水 消黄油盐 就是有硫磺 可以做兵器做大炮 而跟大陆之间呢 横绝大海 势通外国 自船心犯 就是买船 然后做生意 唯舵铜铁不乏 可用 就是你要坐船都可以 很有意思 他说十年生去 十年教养 而国可富 兵可疆 进可供 退可守 身足与中国抗衡野 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 好像在讲给现在台湾听的 但是事实上呢 恰恰好 他也点出了 台湾跟大陆之间 一种相对的关系 那也郑成功 劝得郑成功到台湾来 那么郑成功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何时到台湾呢 我们回头休息一下 再来说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杜 我们节目也会同时 上架到各大podcast平台 您只要搜寻听说 就可以随时随地 重新听一听 这一系列的内容 我们上次讲到了 荷兰受不了 郑成功的经济制裁 然后经济抵制 因此派了河滨去 去跟郑成功谈判 最后河滨反而被郑成功收服了 甚至于他说服了 郑成功来攻打台湾 那郑成功真的听进去了 那事实上呢 郑成功在来攻打台湾 要打这个荷兰之前呢 事实上已经传说很久的时间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已经在传说 郑成功即将来攻打 所以台湾风雨飘摇 从1660年那一年开始 荷兰的官员就发现 很多汉人移民 开始出售他的资产 并且把他的资产 汇到对岸去 那么荷兰人就忧虑说 汉人把财产寄回老家 等时机一到 就留给我们像以往一样 一个空荡荡的梁柱 我们就曾经讲过 荷兰人开拓台湾 其实他很大的力量 是靠着汉人在开垦的 台湾原住民是能够狩猎 主要的生计 主要的生产活动 就是狩猎 鹿 可是鹿肉 鹿皮 其实他的生产量是有限的 特别是生态破坏之后 量就越来越少 所以他真正能够产生利益的 其实是靠着这些来开垦的汉人 这些汉人如果都走了 那事实上利益就越来越少 那么当然荷兰也在想 如果他来攻打的话怎么办呢 他是不是要结合 台湾的这些原住民族 来一起来跟郑成功对抗呢 但是呢 这些原住民族事实上 每一次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 他就看着哪一个强大 他必须在强大的外来势力之间 寻找生存的空间 他并不一定会陪哪一个团体 哪一个势力去作战 好 曾成功要打台湾之前 在1661年4月的时候 荷兰人记载就非常有趣 他说什么呢 1661年4月的时候 各种恶造接恶连山的出现 有一天 从热兰折城可以看到人形的海怪 这荷兰自己记载的 有一个晚上刑场上又响起了筋骨齐鸣的声响 然后荷兰跟汉人的人生 交杂不已 好像在作战一样 还有一个晚上 从热兰折城上面的林堡上面 传出来哭泣 嚎叫的声音 然后他的士兵赶紧跑上去 去林堡上面调查 却一无发现 林堡就是指那个城堡上面 靠每一个角落上面 做的更高的那个林行的地方 叫林堡 那么4月15号的时候 公司的一个抄写员 注意到在刺坎 有一头母狗 产下两只豹子 随后身亡 可说是异兆 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那这些恶兆的 让热兰折城的人们 都有感到异乎寻常的感觉 可是当时又好像前所未有的激进 什么都没有 大部分的居民只 关上房门乖乖的待在家里 怀着恐惧的待在家里 到了1661年4月30号的时候 有一个荷兰的哨兵 早晨起来抬头看出去 突然望见正军的军舰舰队 从海平面上升起 整个舰队像什么呢 像森林一样的那些风帆船 风帆 像森林一般的布满了台江的内海 几百艘他的大帆船 朝着内海这样大圆这边开过来 郑成功在等候北风停止下来 吹起南风的季节的时候前来 结果这一天 四月初海面上的大雾 使得整个台江内海那边充满了大雾 结果郑成功就利用这样的一场大雾的时间 整个把他的船队直接开进台江内海了 原来很有意思的是 台江内海我们都知道 台湾附近有很多沙洲 所以台南有很多这个昆森 那个昆森 因此那些整个船队要开进来的时候 必须是脏潮的时候 偏偏那个晚上正好脏潮的时候 所以本来 荷兰的部队没有打算说 他的船能够那么快的进到台江内海里面来的 想不到那天船脏潮 脏得特别大 结果仿佛老天也要帮助郑成功一样 就这样进来 所以 郑成功发动攻击的时候 整个台江内海很迅速的就被包围了 那更有意思的是 荷兰人的记载里面什么 他说 当他们的船队靠近岸边的时候 许许多多的汉人 几千名的汉人 仿佛听到早已知道的预告的这些仙兆一样 纷纷跑到海边去 帮助他们登岸 帮助他们把货物卸下来 然后共战陆地 这个就是事实上就是所谓郑成功跟台湾原来的开垢汉人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已经建立起来了 也就是从来这些汉人就是变成他的内印了 那这些内印使得郑成功发动的攻击特别有效 当然在历史上有关于郑成功跟荷兰的战争 写了很长的记载 如果要讲起来的话 他还是一个一集整个的一个内容 但我想我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我先把这一个 这场战争的结果先讲 荷兰的台湾长官 魁一很快的他所在的热兰泽城 周边就被包围起来了 事实上荷兰人只有几千人 一两千人的人数就在台湾这里 所以他根本不足以对应郑成功 这个上万人的攻击 整个进来之后 郑成功的船队继续声援过来 那荷兰东印度公司呢 魁一曾经跟东印度公司求救 可是东印度公司派了船过来救援的时候 靠近台湾的时候碰上风暴 转眼就被郑军给俘虏了 后来又派了另外一队来 结果一看不对啊 那个很难登岸的 然后郑军包围了周边 所以最后又退走了 魁一在被包围九个月之后 他终于宣告投降了 那郑成功呢 遵守他的诺言 让所有的官员军队跟家属 一千多个人全部安全离开 当然这个可怜的魁一 就变成巴达维亚的受罪者 他等于是戴罪羔羊 河南东印度公司要归咎起来 失去台湾的责任 所以这个魁一回到巴达维亚 立刻就被逮捕了 用什么名字呢 用失去公司重要财产的罪名 被抓起来 然后流放到班达群岛以西 一个叫爱伊岛的地方 过了十二年之后 大概在那里待了十二年 他的子女跟朋友 跟荷兰国王陈勤 用两万五千两荷兰顿为代价 就很高的代价 才把魁一赎回来 后来魁一曾经写过一本书 台湾也出版了 写了一本书帮自己喊冤 他认为不是自己战败 是救援没有来 可是我们都知道 就如同我们这一集所讲的 从郑成功开始制裁 一直到魁一的整个 跟郑成功交涉过程中 很多汉人慢慢倾向于郑成功 事实上有限的荷兰人 在台湾要统治几万人的汉人 其实是很困难的 郑成功要把这些汉人召唤起来 把他当成我的人民一样去照顾 然后去打败荷兰 其实是早晚的事情 那当然郑成功会下这个最后的决定 也是因为大陆的战争结束了 他很难在大陆生存 所以最后就到台湾来 其实我觉得看到这一段历史 有时候都会觉得 他好像显示了一个台湾命运的本质 这种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当大陆内战在开始发生的时候 正如同后来的国共内战的时候 国民党政权迁徙到台湾是一样的 台湾往往是大陆边缘的地缘政治 所产生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呢 外溢到台湾来 台湾是这个结果的承受者 当然台湾也有可能变成 外面的力量进入大陆的一个商业的开端 或者是一个进军的开端 正如同荷兰在台湾想要跟大陆做生意一样 跟明朝做生意一样 台湾是他的敲头堡 最好的情况台湾作为敲头堡 两边都获利 但最坏的情况是台湾作为矛盾的所在 那么大陆那边可能内战 或者有出现问题的时候 就会把台湾当成他的基地了 因此回忆的这一段历史 荷兰跟郑成功的这一段历史 仿佛是台湾命运的一种显现 奎一的后代 后来住在比利时 他的后代住在比利时 有趣的是在2006年的时候 奎一的第十四世的孙子 就是从十七世纪到现在 已经第十四代的孙子了 他曾经来访问台湾 去游览安平古堡 而且去祭拜郑成功庙 还有趣的是 祭拜的时候 他还说什么呢 他说感谢三百年前 郑成功在包围魁一的时候 最终没有发动杀法 而是劝他投降 所以他还感谢对他祖先的 不杀之恩 所以这段历史仿佛是一个 台湾命运的写照 当然更多的时候 我会看见 我会看见郑成功对台湾的这些 汉人来自于对东亚情势的影响 是那么深那么远 我开头的时候讲过了 台湾人对于郑成功的情感 是一种人情意理 我想我们的朋友听到这整个故事 就应该可以了解 台湾人为什么会有郑成功情结 就来自于 是的 那是人情意理 很深远的人情意理的所在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你 谢谢你